同样是女性创业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拜访的谢家纯 她做的是日式居酒屋 在日本留学过 谢家纯坚持纯日式 连合伙人和大厨都是来自于日本 对她来说这不光是一份事业 而是要把最道地的日式烧鸟文化 带到台湾来 木炭烧得火红 噼里啪啦响 炙热高温穿过铁网 烤熟上头肉串 两鸟白烟不断窜出 油脂扑子扑子作响 空气中每个角落 处处都闻得到阵阵烧烤箱 满脸笑容 说着一口道地日文亲切的招呼客人 她是这家居酒屋的灵魂人物谢家纯 就怕客人不尝试 谢家纯把每道菜都当成心肝宝贝来介绍 不管是分量扎实的黄金烤饭团 或是招牌的鸡肉串烧组合 还有鸡冻饭 这些都是居酒屋里的必点菜色 谢家纯对美食的坚持 来自日本留学那段辛苦的日子 七年前到日本为了练日文 选择每天可以跟人聊天的工作 卷起袖子就到居酒屋当起服务生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因为日本人的 日本人一喝醉酒真的是会比较 就是有点就很crazy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是会有一些口头上的骚扰 要么晚上要去hotel这样 我几次都是就是一直大哭 当场大哭 我老板非常的保护我 就是认为说就是想说可以不要这样吗 什么什么的外国人 这样子会很丢日本人的脸 人生必不熟 幸好当时有他 老板久婷一支跳出来替家纯解围 两个人结下深厚的情谊 懂得如何应对之后 这工作一做做了五年 凡爱上了日本烧鸟文化 也促成两人合作开店的契机 每天偷懒上来 有时候都要到六点也有 他爸爸如果认为说 你应该找个人叫一叫什么的 但是可能就是还蛮大 就是还蛮心酸 就觉得说想要试试看吧 想要趁年轻试试看这个工作 为了让最道地的烧鸟文化 焼鸟鱼完整带入台湾 正同日式串烧 串烧 当然要找日本大厨来为美味把关 这工作就交给 来自关心奈良的料理长 吉村昌悟 串盘一匹 中抜鱼 中抜鱼 你会知道这种鱼和鱼 不 这种鱼 不 这种鱼和鱼 不 这种鱼和鱼 这种鱼和鱼 这种鱼和鱼和鱼 吃多少 吃多少 200多 200 店长身兼采购和翻译 开店初期 谢嘉诚一人当多人用 对着一句中文都不会说的料理长吉村 亲自挑选食材 比较价格 鸡肉得要一家一家的事 因为吉村说 台湾的鸡肉有的太软 有的太硬 最后终于选定 肉质鲜嫩又有弹性的母 放上鸡 鸡软骨 鸡肉有鲜度 鱼肉有鲜度 所以就这样烫 为了呈现到底美味 每个小细节都不可马虎 工喻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大道烤炉 小道菜道 通通都要從日本運過來 看似燒烤似乎沒什麼學問 但炭烤功力可不簡單 若有似乎的炭香 讓每一串燒物 都有著簡單又複雜的美味 而為了讓串燒能夠輕鬆入口 口感保持鮮嫩不油膩 去皮 去骨 比較油的部分也去掉 再來肌肉還要小到大排序 方便食用 還有炭火控制 基本上是均勻的 肉的厚度也會變成 肉的厚度也會變成 另外這串燒雞皮 台日處理方法大不同 到現在還在客服當中 我處理的 因為汁 油跟日本不同 油 人氣紅不讓的還有這個自製雞肉丸 首先蔥 薑 蒜 洋蔥 都得按照比例用調理機打碎 再加入雞絞肉 還有秘密配方調味才算大功告成 這個雞肉丸 它就是雞絞肉裡面可能一些 辛香料和雞軟骨下去揉製而成 所以這個比較可以看得出店家的功力 這個雞肉餅 這個雞肉是醬油 每日每日足不去配合 這個雞肉的醬油 每日足不去配合 每日足不去配合 這個雞肉在裡面 所以鶏肉的旨味 在这个肚子里面 进入了一天 所以每天做的 一会儿 肉的旨味 进入的状态 直接进入 到底酱汁里头有什么秘密 老板坚持不透露 甜咸适中的酱汁 他说得要熬煮两天 还要养酱 才有这样的好味道 另外因为酱烤 让口味相对变重 因此特别选用 新鲜蛋黄当粘料 也能让鸡肉串变得更甘甜 下饭后想要放松 来到温暖的居酒屋 不只可以卸下一日的疲惫 享受自在气氛 还有一盘盘用心料理的美食 以及绝佳的服务态度 这是谢嘉诚 佐婷益之 还有吉村昌悟 对美味的坚持 跨海来台 却不失真的烧鸟无话 欢迎回到记录台湾 坚持自己的梦想 说起来容易 但做起来很难 但也就是因为困难 因此能够克服的人 最终才能够品尝到甜美的果实 下一集的记录台湾 我们要持续带您拜访 这些坚持梦想的创业故事 它代表的就是我们台湾人 不怕艰难 持续奋斗的精神 好山好水好味道 欢迎您跟我们一块记录台湾 我是周宇晴 下次再会